好 接下来看这个画面是一则两年前大陆网络临时品牌的广告 这个模特眼睛很小 遭到网友指控是入华 而广告中的女模也跳出来反响了 大陆网友是玻璃心 还说自己天生就是小眼睛 难道眼睛小就不配当中国人了吗 没有想到紧接着汽车品牌宾氏也释出了新的广告 模特一样小眼睛让大陆网友们切着了 我的眼睛小我就不配做中国人了吗 大陆女模蔡娘娘自拍影片杠上大陆网友 因为她两年前为临时品牌拍摄的一系列中国风广告 最近被挖出来痛骂故意装咪咪眼丑化大陆人 网友群情激愤逼得临时公司也出来道歉 关于眼睛 我的眼睛就像这个样子 但我的性格和我的表演风格被选中做这个广告的模特 也没有说是故意要去营造什么 小眼睛错了吗 被网络霸凌的女模怒呛大陆网友不要这么玻璃心 没想到风扑还没平息 汽车品牌宾氏又因为小眼睛广告IP入华 女模的眼妆刻意细长上扬 大陆网友怒骂就是故意化这种死养眼的妆 还有人说包着西方侮辱中国开心吗 但也有网友说咱们自己拍的雄狮少年 不就长这样吗 你主要是长得不好看 明白 谢谢师傅 大陆自制动画电影《雄狮少年》里 角色几乎都是咪咪眼 影片还受官媒大力推荐 难道这也算是入华 还有大陆网友说按照部分网名 无限上纲的严苛标准 小眼睛的女星是不是也不能演戏拍片了 像是那双戏眼极具特色的周冬雨 还有单眼皮小眼睛的吴倩怜 林一连 按照那些小眼就是丑化的审美标准 恐怕他们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经入华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